2812的低功耗模式 接下来我们来讲2812的低功耗模式 那这个在这些晶片当中 现在最热门最注重的东西就是要低功耗 也就是我们的手持装置要能够撑很久 所以呢希望你能够了解DSP晶片的低功耗模式有哪些 然后呢能够说明你的DSP如何从低功耗模式当中被唤醒被叫醒 那希望你对这个低功耗模式要有兴趣要多发问 好那我们要讲的是低功耗模式 它的clock还有系统控制模组的暂存器 好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低功耗模式 low power mode 那低功耗模式它可以分为三种模式 三种模式 首先第一种叫做闲置模式 idle 闲置模式 那这个闲置模式呢就是处理器可以通过中断 或者是NMMI的中断来退出这个模式 好那第二种呢就是暂停的模式 holt暂停的模式 只要复位 reset还有呢 external的这个NMI的外部讯号 能够从这个holt模式来唤醒CPU 第三种啊就是等待模式 standby standby 那么所有啊在这个low power mode cr1的这个暂存器中啊 被选中的信号 包括external的NMI信号 都可以将CPU从等待模式当中唤醒 好它有这三种的低功耗模式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低功耗模式呢 有什么样子的形式 首先在正常模式的时候 这个低功耗模式就是low 然后呢 暂存器的设定呢就是XX don't care 然后呢 clock是开的 clock in呢也是开的 system clock out 也是开的 那么在闲置模式的时候 闲置模式的时候 这时候我的这个low power mode呢 就是enable就是high的意思 那它的位元呢设定呢就是00 那这个时候 我的clock啊一样这三个都是开的 那这几个讯号啊都可以 都可以唤醒它 好第二种模式呢是等待模式 等待模式 一样呢它是high 然后呢它的设置呢是01 好那 clock的部分呢 clock的部分它是开的 而且呢看门口一样是在运行的 然后呢clock in呢是关的 system clock out是关的 好那这几个讯号啊都可以 都可以让你的等待模式啊都能够打开 enable好第三种 低光号模式呢就是暂停 暂停的时候呢一样 低光号模式呢是enable的 然后呢它的设定呢是1 然后呢是XX don't care turn 好然后呢它的 它的clock呢 是关的哦 震荡器跟所向回路都是关闭 开门口不动作 clock in不动作 system clock out关闭 这几个讯号可以让它唤醒 好这个部分呢我们讲到低光号的模式 它有哪三种 那哪些讯号是被关掉 哪些讯号是打开的 哪些讯号可以让你的低光号模式唤醒 这些各位你都要去记得 好那我们这个单元啊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观看